過關飛較多的馬是10號的金大仁 由4.2倍到3.8倍 看看臨場 韋達的坐騎4號近期廟一直大熱門 但最後10號的金大仁落飛趕過了 以3.1倍成為頂頭大熱 今場賠率比較懸殊 第三熱門已經有10倍的9號馬金寶俊 而曼門落飛幅度較大的馬是3號風雷劍 由17倍變成11倍 又是短途 一出來眼鏡之寶在中間出得多利落 更奇妙也不慢 開邊也看到馬必威想搶 但始終外檔差一點 馬已經趕過了 內蘭上來第二是鬚跑至尊 紅衣更奇妙又走回第三 外面逼著走蝕位馬必威 再數到後面有電子精英果然打了眼罩 順了很多 今天也跟得很前在第五位 內蘭黃衣黃帽是七星仔 再隔離馬位後是風雷劍 內蘭金大仁 後面那三隻有心照、福晉 以及金寶俊 葵雪菸都在後面 來到這裡後面有多少檢查 金寶俊和福晉都好像失去位 一對馬很接近才進入直路 一隻貼藍眼鏡之寶在旁邊貼著馬邊位 中間就是鬚跑至尊 開邊就是更奇妙 慢慢一步一步追 然後內蘭還有那些就是七星 看看能否轉到位置 衝上來 開邊看到藍眼罩地 冷門就是電子精英追得很驚訝 幾個戰步已經過了 第二位還有更奇妙 眼鏡之寶第三個小時 電子精英爆了冷門 第二名更奇妙 第三名原來在開邊 衝上來那隻福晉 第四才是眼鏡之寶 都預期了這場馬是會難的 都不知道用過什麼去認真稱得到那些馬 結果就 跑一隻大家都可能覺得將來會有些用的馬 但是在目前就沒有辦法在賽事裡面印證得到 這些馬的進度表現 他也是有進步的 我都給了兩隻大拇指 都是改貼士 七星仔的地址 我改了 放了七星仔 心裏面都是想 七星仔是跑多一點 他下了班位又好一點 都未必是錯的 不過現在真的 跟賽果出來不吻合 只不過 如果大家 怎樣說 你研究賽事裡面 其實可以說是有兩方面 就算是馬本身計算 有時是說馬本身的狀態進度 有時是說他本身的成熟進度 如果大家有臨場 你看那隻電子精英 他由開始走入山 因為他自己一隻馬開始出沙圈 直到去到閘前 都是這樣紮紮跳 無時定 總之就是那隻馬很亂 跑完回來 我看騎連也針了很久 好像有很多解話 他連回來拉頭馬 那隻馬突然起琴 在後面踢了 後面的花槽 你可想而知 這隻馬本身還是一隻 很BB很BB的馬 甚至七星仔 你說也不是很錯 你看回來直路的馬 他不是很順 也沒有機會騎得到